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太医生水 唐杰冷哼道如此大手笔的动作 仅仅是杀了一些小喽啰 效果太差了 黎望了他一眼 淡然的说道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杀人 而只是修复魂天仪而已 现在看来已经做到了 李云霄 你可千万别死了 我等着亲手剥你的皮呢 李懿则是脸色洋溢着争宁 狠狠的说道 商这个时候说道 有机会的 走吧 他的决定就是最高命令 虽然唐杰心有不满 但是也不会反抗 李寄出他的那面 九黎战鼓 众人逐一跃了上去 战鼓立即化作一道白色的光芒 飞向天际 消失在远处 大地上一片死寂 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 那都是离神光较远之处的 被震了出来 那些直接被轰中的 早已是尸骨无存 这一次的伤蒙双绝 想不到竟然会是这般的结局 号称天下伤城的宋岳阳城 被彻底的毁于一旦 别说是成为死城 现在只剩下城池的痕迹而已 破碎不堪的广场中央 地下突然传来巨大的动响 地面疏然开了开来 镇天塔如同竹笋一般冒了出来 一个复杂的镇法浮现在塔的四周 渐渐的变淡最终消失 哗啦 镇法 输然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 镇天塔在这一刻也光芒尽湿 里面的人直接被塔内的镜子给震了出来 摔落一地 一个个都是筋疲力竭 刚才为了抵御那神光 塔身几乎是吸光了他们的全部力量 净乎游进灯窟了 此刻看着四周的景象 那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一下子就消散一空 一个个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眼里满是无尽的悲凉 崔伯只觉得喉咙一阵干渴 沙哑的声音说道 此事太过重大 伤盟损失惨重 诸位速速回到各派去 等候我万保罗的讯息 召开最高级别的会议 张崇 罗英等 无不是露出凝重之色 宋岳阳城被毁 足以惊天动地 怕是很快就要震惊大陆 伤盟经此一意 已是元气大伤了 就在众人一个个心情 无比沉重的时候 须丹河大笑了起来 逃过大劫了 总算是没死 张崇怒道 须丹河 你也配成为一派长老 丢人 须丹河冷冷地哼了一声 继续大笑不已 他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罗英坐在地上 强撑着身体 此刻他是最为虚弱的 控制震天塔 已经将他的力量耗空 说道 好在这些妖人 将胜誉执罚时也杀了 这下不仅仅是我们伤盟的事 说完 他的脸色有些暗淡下来 崔伯正眉道 罗兄 这次多亏你了 大家能够逃过这一劫 你鞠躬至尾 不如 同我一起回万宝楼 四级门 似乎成了是非之地呀 罗英摇了摇头 沉身说道 越是如此 我更是要回去问个清楚 这次 大家能够逃生 我不敢鞠躬 应该是李云霄的功劳最大 也不知道 他此刻是否还活着 徐丹河的笑声 突然停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哼 活着 进入了虚空裂缝 就算是我 都没有把握能够活 他是百分之百的死定了 大家都是心中一阵大怒 身上爆发出杀起来 虽然大家都是重力之辈 但是那救命之恩 怎能转眼就望 李云霄 血战大妖 蝶血长空的景象 都还在大家的脑海之中 须举丹河的怪笑 戛然而止 他也发现了众人双目当中的怒火 他相信若是自己再笑下去的话 估计这些人真的会扑上来撕碎自己 顿时就闭上了嘴巴 他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老太婆 却是一个十分珍惜性命的老太婆 崔伯苦笑道 那小子彻底看不透了 那些惊世骇俗的招式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次除了追杀那些大妖外 另一个任务就是动用全商盟的力量 将李云霄的身份查个清楚 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冒出一个 能够施展古飞扬的剑爵 神霄宫的天剑图 傲长空的炼体术 还有分魂之法的人来 而且他最后的那件玄器 轩玉堂枯黄的脸色 一直都没有神情 在这一刻微微有些动容起来 崔伯等人的目光都是望向了他 似乎他对李云霄的来历 有一些情报 但等来的却依然是沉默 狄声话终于是忍不住了 大叫道 老轩 都这个时候了 你有情报还藏着掖着 速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轩玉堂面色不变 淡然的说道 没情报 你 狄声话气的连连拍碎了 几块身边的石头 转过身具 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蜡黄的脸了 罗音苦笑道 能够自成天地 吸纳万物 也唯有超频玄器了 只不过这任何一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存在 我们也不能妄下判断 张崇冷静的说道 而且这些东西一旦传出去了 对于李云霄的影响怕也是十分巨大 若非为了救大家 我想他也不会暴露出如此多的底牌来 我建议商盟联手 先将他保护起来 嗯 此言有理 崔伯点头道 商人虽重力 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他说完 目光有意无意地望向了虚丹河 虚丹河冷哼一声不语 其余之人都是纷纷点头赞成 在商定后 所有人都开始就地安坐 恢复气力起来 宋岳阳城的四大传颂阵全毁了 他们想要将消息传出去 怕不知要多久时间了 也不及待一时 数个时辰后突然一道惊呼之声响起 嗯 那是什么 张崇突然抬起头来 往天空之上凝视着望去 一道黑影从天而落 速度越来越快 大家都是心中一动 顺着他的目光而去 那个小黑点慢慢的变大 竟然是一件玄器 呈现出塔形正在飞速的坠下 而且目的地正是他们所立之处 那是 罗音的眼中露出了骇然之色 诗声说道 镇天塔 他的身影当中带着无比的惊恶和震撼之情 大家也纷纷发现 天空中那坠落的巨塔 当真和罗音那立在不远处的镇天塔 极其相似 一个个露出了古怪之色来 张崇疑惑的说道 老罗 你这镇天塔 难道是有一对 罗音 正正的回答道 一对 这怎么可能 我这镇天塔 乃是以前一位大数量师 根据古籍之中所记载的一件超品玄器仿制而成的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张崇 皱眉说道 那这就奇怪了 他仰天望去 说道 这塔和你的实在是太像了 崔伯突然喝道 不好 那塔的坠落之地便是此地 大家散开 我看这塔十分古怪 即便不是镇天塔的防品 威力也不小 随着巨塔的临近 众人都是猛然间飞速的散开 空出了一大块真空地带来 那巨塔终于在大家眼里露出了全部真神 轰然而下 而目标正是罗音那座屹立在大地之上的镇天塔 轰轰 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巨塔相互撞击在一起 爆出巨大的能量震荡来 一圈圈的扩散开来 原本就满目苍凉的大地 更是裂得不成样子 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那力量一波盖过一波 足足振了斩茶功夫才停了下来 那些七大商会的舞者 在这余波之下就受伤了一大片 一个个露出了惊恐之色来 不知发生了何事 罗兄 你怎么了 张虫猛然间发现罗音的脸色一片苍白 没有丝毫的血色 只是无比惊恐地望着前方 余波震退 沉潇落尽 眼前的一切让所有人彻底的惊呆了 在两塔相振之下 原先振天塔所立之处 依然是振天塔立在那 只不过上面的气息来得更加雄伟庄严 那散发出来的气韵的频率直接震荡人心 罗音再次喷出一口血来 整个人瞬间萎靡了下来 难以相信地正正说道 这是 这是 难道 这是真正的振天塔 他的话 在众人耳朵中传开 全都是猛然吸了一口冷气 感到一阵阵的浑身发冷 只见那振天塔的四周散落了一地的玄气碎片 正是罗音先前的振天塔 乃是他性命相休的九阶玄气被彻底的损毁 直接反噬到他的体内 使得他整个人重伤不已 真正的振天塔 须丹河惊恐地说道 那 那岂非是超品玄气 所有人都彻底的惊呆了 在连番的精神折磨之下 只觉得有些麻木起来 眼前这宏伟的巨塔上的气息 慢慢地收拢起来 塔门渐渐打开 一个体格硕壮的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外面的景象愣了一下 他喃喃自语道 嗯 这是什么地方 不少人啊 难道我落到了闹市里 不对呀 这明明是一片荒芜 男子的长发在身后飘荡 身着一套古怪的服饰 他的身材比普通人要高大不少 幽黑的皮肤上 画满了稀奇古怪的花纹 遍布全身 隐隐当中透着极其有力量的感觉 他用鼻子在空中嗅了几下 露出压抑之色来 嗯 空气中好浓的能量波动啊 你们 在打架 他望着一脸震惊的伤蒙 等着人 那亚裔的脸色消失 换而成了一幅诡异的笑容来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个时候 一只普普通通的鳄鱼也从塔里走了出来 慢悠悠的爬到男子的脚下 懒洋洋的伴合着眼 似乎睡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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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